广汽传奇近期连续推出了几款SUV 颜值都非常的高 而在这多款车型当中 有一款车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这款车非常的特别 因为有人叫它传奇版的宝马X6 没错 这款车就是传奇的GS4 Coupe 传奇旗下最新的轿跑SUV 轿跑SUV在国内并不怎么受欢迎 无论是长安CS85 Coupe 还是哈佛的F7X 以及魏派威威奇GT 吉利星月等等 销量都很一般 但各大厂商又对这种车型乐此不疲 GS4 Coupe也是这样一款车 但不得不说这款新车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双层的前脸 闪电型的LED日行灯 LED大灯 让车头不但层次丰富 而且运动感极强 车身侧面和尾部 大溜背的造型 敦实 厚重 确实有点宝马X6的味道 GS4 Coupe是一款紧凑级的SUV 相比于国内其他的轿跑SUV 尺寸算是小的 而且内部的造型 也是近期传奇家族常用的设计 12.3寸的全液晶双连大屏幕 造型很有特色 无论是舒适还是科技的配置都很强 GS4 Coupe并没有像其他的轿跑SUV一样 匹配2.0T的发动机 而是使用了普通的1.5T 124马力扭矩265牛米 传动系统则为7速双离合 这套动力就注定GS4 Coupe不会太贵 相比于其他的国产轿跑SUV 它在价格方面应该会有优势 或许它会成为轿跑SUV里的销量担当